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的事件由小伙伴西北互都提供 十分感谢 1996年8月24号18点30分左右 日本海上安全局的巡逻船 发现了一艘深海捕鱼船 在东京湾以南的水域漂流着 船上一共有14个人 其中一名韩国人 七名印度尼西亚人 以及六名被监禁的中国人 经过调查 这艘船是在恒都拉斯登记了一艘 韩国渔船 由韩国太阳水产公司引营 这艘船中文翻译过来是 佩斯卡玛号 而且这艘船上 本来应该一共是有25个人的 被发现的时候 却只有14个人 那么 另外那消失的11个人 发生了什么呢 而这艘本应该在南太平洋作业的渔船 又为什么会漂流到日本呢 现在 我们一起上这艘254吨重的金枪渔船上 看看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96年6月7号 佩斯卡玛号从韩国的釜山南港出发 当时船上一共有7名韩国船员 10名印度尼西亚的船员 6月15号 渔船驶到了关岛 又有7名中国朝鲜族的水手上了船 所以当时 船上一共是24个人 由于是韩国的渔船 船长以及所有的管理层岗位 都是韩国人 中国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都是普通船员 而且在这艘船上 韩国的船员都是根据渔船的渔货量 来拿相应的报酬 但是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船员 拿的都是固定的工资 那么在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之下 矛盾是一触即发 我们先来说说7名中国船员 这7个人都是朝鲜族 来自吉林通化 除了年纪最大的全在千 有过14个月的远洋经历 那么其余的6个人 在这之前连船都没有登上过 对于捕鱼 他们完全是外行 根本就没有经验 他们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 除了全在千44岁 其他人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都听说了远洋捕鱼 可以赚很多的钱 才向中介交了高昂的保证金 踏上了佩斯卡码号 这里要介绍两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全在千 44岁 他两年之前 做过14个月的远洋水手 作为中国船员当中 唯一有捕鱼经验的人 他可以算得上是 船上的核心船员了 负责操纵士 第二个人李春盛 刚刚结婚不到一年 为了盖房子 他欠了一屁股的债 之后丢下了新婚妻子 来到了渔船上面 看看韩国船员这一边 关键人物一 船长崔基泽 这是崔基泽第一次 作为船长出海 之前他只是 佩斯卡码号上的一名大副 在上一个行期当中 他受当时船长的指示 把一名印度尼西亚的船员 打成了重伤 因为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施压 水产公司将当时的船长 给撤了职 而动手的崔基泽 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提交了一封忏悔书之后 又继续在佩斯卡码号上工作了 还当上了船长 关键人物二 甲板长江仁浩 江仁浩身高超过1米8 体重130公斤 是七名韩国水手当中 最暴力的一个 他经常会对中国船员 和印度尼西亚的船员 拳打脚踢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船员的时候 他有极强的优越感 尽管与中国的朝鲜族水手 同根同源 但是面对因为贫困 而来到韩国进行远洋作业 又没有经验 笨手笨脚的中国船员 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并且通过侮辱中国船员 来取乐 关键人物三 核心船员李仁熙 与江仁浩不同的是 李仁熙与中国水手 相处得还算不错 他的性格比较温和 与江仁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 他和群在迁 轮流负责操纵时 也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而他 也是整艘船上 唯一活下来的韩国人 因为涉及到的人物众多 其他的船员 我都会用字母ABC来代替 中国船员上船后的第一天 佩斯卡瓦号就遭遇到了 极大的风浪 出了拳载前 其他的中国船员 因为没有经验 晕船反应是十分的严重 甚至都不能入睡 第二天 甲班长江仁浩 看着一脸菜色的中国船员 笨手笨脚的在那边 绑着鱼神 对着捕鱼工具 无从下手 他就感到十分的生气 对着他们就是 一顿拳打脚踢 那只有拳载圈 逃过了一劫 不过这也只是 暂时的侥幸罢了 6月20号 上船五天之后 拳载前还是被打了 当时正在工作的拳载前 被江仁浩叫到了甲板上面 他刚一露脸 脸上就挨了江仁浩一拳 江仁浩嘴里说了脏话 训斥拳载载前 怎么不快点出来 现在才出来 你以为我前几天不打你 以后就不会打你了吗 江仁浩不光打骂中国船员 印度尼西亚的水手 也总是爱他的打 大家都苦不堪言 因为同在操纵时 再加上李仁熙性格温和 拳载前和李仁熙关系 还算不错 拳载前让李仁熙 跟船长求求情 让江仁浩收敛一点 但是李仁熙也表示 没有办法 他说 船长不是不知道 他没管的 就是默许了江仁浩的作为了 6月26号 拳载前等人写了一封信 大致的意思是 挨打让大家心生恐惧 很难做好工作 渔船的捕劳任务 也很难完成 船员们希望 家班长和船长 能够改变对大家的态度 不要再打骂船员了 这封信件是被交到了 李仁熙的手上 中国船员请求他 把信件交给船长 第二天早上5点钟 全体船员和船长 甲班长来到了船尾 进行首次的投身作业 其中一个中国船员A 因为动作失缓 被甲班长江仁浩一边骂 一边用捕鱼器具 敲打他的头和耳朵 把他打出血来了 那名中国船员 连血都不敢擦 就低着头继续干活 另一名中国船员B 他因为鱼饵的老是挂不好 拿起了身边的鱼 就砸了他的后背和头 艾勒打的他是更加的紧张了 结果被船长推倒 用脚式狠狠地踢打 前面踢到过的李春盛 也没有免过打骂 船长拿起了捕鱼工具 就往他的脸上砸 砸得他是鼻血之流 被打后的李春盛 开始躲闪 结果是激怒了船长 船长拿起了铁器 追打李春盛 所有的外籍船员 因为李春盛的躲闪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体罚 船长让船员 四肢伸直 支撑身体 依次用棒子敲打他们的屁股 这是当年韩国非常流行的 惩罚和羞辱他们的方式 轮到李春盛的时候 船长让已经跪下的他 再向前爬几步 李春盛迟疑了一下 没有服从 船长手持铁管 就要打李春盛的头 李春盛侧身躲了一下 铁管是击中了他的肩膀 挨了打的李春盛 怒火中伤 站起了抓住了船长手中的铁管 锁住了船长的喉咙 其他中国船员健壮 也抄起了身边的棒子和刀 和韩国船员对峙 全在线和李仁熙 急忙劝大家冷静下来 中国船员向船长喊话 为什么给你写了信 你还这样的对待我们呢 李仁熙赶紧接过话来 他说 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来得及将信件交给船长 有了台阶的船长 态度是立刻软化了 他和甲板长江仁浩 在中国船员面前承诺 以后再也不打骂中国船员了 这件事情之后 船长开始在睡眠上 折磨中国船员 根据全在线后来的描述 7月前的27天 他每天的睡眠 不超过3个小时 7月27号凌晨2点钟 全在线觉得自己的身体 快支撑不住了 他将一封写有 因膀胱结石 可能无法继续作业 要求下船的报告书 交给了李仁熙 其他的水手呢 也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7月30号 船长将7名中国船员 召集到了操纵室 大家纷纷表示 希望下船回家 崔万峰 他没有作声 作为中国船员当中的一员 崔万峰当初呢 也是被打骂过的 不过后来 他通过讨好韩国水手 成功地站到了 韩国船员一方的阵营当中 这一次 船长的态度 让中国船员们大吃一惊 他居然爽快地同意了 六名船员的下船申请 只不过 他们得在下船保证书上签字 六个人签完字 船长拿过来保证书 让众人看看保证书背面的一行字 六名中国人登船之后 不服从船长和加班长的指示 随心所欲拒绝工作 并且手握凶器 企图杀害船长 存在暴行 决定驱逐出船 中国船员这个时候 才知道中了船长的陷阱了 船长崔奇泽 彻底地摊牌了 乞丐般的崽子们 能那么容易放你们走吗 你们会在萨摩亚拘留所 待上三个月 在拘留所的所有吃住费用 都有你们自己负责 等你们的家人 寄到足够的钱之后 才可能放你们走 船长还说 使向萨摩亚的全部费用 全部由六名中国船员负担 中国船员离开操纵室后 计算了一下 这次出海 他们不仅没能够赚到钱 还要背负十几万的债务 当时是九十年代 十几万对于这几个 通化农民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了 中国船员想尽办法 试图让船长回心转意 全在前恳求李仁熙帮忙 把自己从老家带来的贵重物品 送给了船长 然而 渔船仍然是使向了萨摩亚 一切已经看起来都是没有用了 即将面对的巨额债务 压了几个人是无法喘息 想着反正是一个死了 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他们萌生了 杀死韩国船员的念头 以上都是我在中国媒体上 看到的版本 而在韩国媒体的描述当中 事情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在韩媒的描述当中 中国船员对高强度的工作条件 十分的不满 经常是偷懒 中国船员每天都有一到两个人说 身体不舒服 不参与补牢工作 这让船长十分的生气 于是才会打骂中国船员 船上的韩国老好人李仁熙 他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海上作业有着极大的危险性 需要维持高强度的纪律 有些外籍船员存在着偷懒的现象 船长的打骂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打人的时候 没有使用棍抱等工具 韩媒的描述中还说 后来中国船员当中 有六个人要求下船 于是于7月30号 船长召开了承接委员会 决定让中国船员全部下船 船长崔吉泽叫来了中国船员 让他们在承接命令书上盖上了手印 其内容是 因船上叛乱和拒绝作业等原因下船 到萨摩亚港卸船所需要的所有费用 都由中国船员来承担 得知还要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 中国船员立马改变了想法 但是船已经驶向了萨摩亚港了 代替他们的船员也已经在萨摩亚港待命了 于是 这几个中国船员就起了歹心 决定杀害韩国船员 对比两个版本 我们会心生疑问 中国船员究竟是老实的还是懒惰的 船上的暴力行为究竟是必要的 还是肆无忌惮 并且带有侮辱性的 船长最终决定让他们下船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诱骗行为 还是使用了正当程序呢 死者已逝 生者又各知一词 但是尽管细节不尽相同 无论是哪个版本 几个中国船员生活在暴力和金钱的阴影之下 是不真的事实 而这 也最终诱发了惨案的发生 8月2号凌晨1点 全在千与李仁西换了班 来到了操作室 半个小时之后 船长崔基泽来到了操作室 对全在千说 如果有其他船只的消息 就叫醒我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的中国船员 对他已经是起了杀心了 船长走后 全在千假装是在船上巡查 将全部的船员观察了一遍 他发现 所有的韩国船员都已经入睡了 于是 包括李春盛在内的三名中国船员 悄悄地埋伏进了操作室 另外两名藏在了船员寝室的走廊里面 凌晨3点 全在千叫醒了船长崔基泽 崔基泽一进操作室 就被埋伏在操作室里面的三个人 刺了四刀 两刀在腹部 一刀在后颈 一刀在膝盖 之后 三个人将他扔进了大海里面 然后 全在千敲盖了甲班长江仁浩的房门 跟他说 船长叫他去操作室 江仁浩来到了操作室的门口 刚一开门 一把斧头迎面扑来 他反应迅速 立刻关上了房门 将斧头夹在了门缝当中 这个时候 中国船员A跑了过来 用一柄长刀 刺中了江仁浩的臀部 江仁浩受伤之后 倒在了地上 之后 中国船员B和C在他身上捕了两刀 将他扔进了大海里面 机械士金昌烈是韩国人 他透过操作室的玻璃 往里面看 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赶忙从船头跑向了船尾 结果 被中国船员D 用长刀刺中了他的左肋 其他人赶来之后 准备将金昌烈扔进大海 金昌烈抓住了船侧的一根铁杆 苦苦哀求 但还是被踹了下去 接着是厨师长和另一名韩国船员 都被全在千一火 砍伤之后扔进了大海 早上5点20分 天色渐渐的亮了起来 另外一个韩国船员 金昌烈发现了船上的异常 在船上边跑边喊救命 惊醒了印尼的船员 全在千一伙人 就把金昌烈抓了起来 扔进了大海里面 还被三名印尼船员给看到了 为了让三名印尼船员成为共犯 全在千等人逼迫他们 把凌晨12点30分 刚刚上船的韩国实习船员 崔冬浩 扔进了海里面 崔冬浩是因为得了盲长言 需要返航到萨姆亚港 才搭乘了佩斯卡马号 没想到 刚刚上船不到六个小时 就无缘无故地丢了性命 这个时候 佩斯卡马号上 只剩下了李仁西 一个韩国人还活着了 他被捆了起来 扔在了饮料室里面 早上7点钟 沉睡的船员们陆续苏醒了 全在千等人 也许是杀红了眼吧 杀完了敌人 他们就要开始解决内部的叛徒了 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同胞 崔万峰 前面提到过 崔万峰之前讨好过船长他们 已经是在韩国船员的阵营当中了 全在千来到了船尾 找了一个借口 把崔万峰和另外三名 印度尼西亚的船员 骗到了渔舱去取悦尔 崔万峰等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一进渔舱 就被全在千给关了起来 乘放于尔的渔舱 温度低至零下45度 他们原本计划是把四个人 给冻死在舱内的 结果 冷冻设备是发生的故障 关了他们四天之后 全在千等人把船门打开 用棍子把虚弱的四个人 打了一顿之后 然后扔进了海里 至此 佩斯卡马号上 一共有11个人丧命了 7名韩国人 1名中国人 以及3名印度尼西亚人 全在千等6个人 决定偷渡到日本 他们要求里人锡掌舵 并且破坏了船上的无线电设备 防止其他的人 发送求救信号 8月24号 佩斯卡马号航行到了 距离日本鸟岛西北五英里时 因为燃料的问题 产生了10度的倾斜 李仁锡向全在千提出 必须让船员们 到渔舱内整理渔货 这样才能够调整 船只的倾斜角度 看到全在千等人 去了渔舱 被关在操作室里面的 李仁锡 适应印度尼西亚人 关闭舱门 其他中国船员 都被关进了渔舱 只有警觉的全在千跑了出来 最终 全在千被李仁锡 和印度尼西亚船员 打倒在地 捆了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李仁锡等人 见到了一艘日本的巡逻船 他们挥舞着手臂求助 却没有得到回应 情急之下 李仁锡跳入了大海 向日本船游了过去 之后 全在千等人 很快就被日本海警 给控制住了 之后就被转移到了 韩国海洋警署 佩斯卡玛号上的血案 让韩国上下群情激愤 1996年9月份 韩国检方以 海上强盗杀人罪 尸体遗弃罪 以及暴力罪 三项罪名 起诉了六名中国船员 12月24号 韩国釜山地方法院 对该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六名中国船员 均被判处了死刑 狱中的全在千 写了长达万字的诚情书 详细地描述了 被韩国船员虐待的经历 但是 回忆文章 并没有得到 韩国媒体的足够重视 韩国的主流舆论均认为 这六名杀了 包括他们同乡在内的 11个人的杀人狂魔 李英被判处死刑 一审宣判一个月之后 全在千在狱中写下的 万言成情书 被中国朝鲜文媒体刊载了 引起了朝鲜族律师 赵峰的主意 他与韩国人权律师协会 取得了联系 找到了韩国人权律师协会 釜山峰会会长 文在寅请求帮助 文在寅也答应了 之后 赵峰和文在寅 在案件奥审当中的时候 为中国船员提供了辩护 最终奥审判决下来了 维持了全在千的死刑判决 而全在千以外的五名中国船员 被改判为武器徒刑 而现在的韩国总统 当年的人权律师文在寅 至今还因为这个争议极大的案件 饱受政敌攻击 文在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佩斯卡马号事件 不是中国船员周密讨论之后制定的计划 而是偶然发生的 当时中国船员由于没有捕鱼经验 所以工作不熟练 中国船员将韩国船员的行为 视为了蔑视和侮辱 因此事件被偶然发生了 最后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案件 六名中国船员将韩国船员逐以诱杀 他们还杀害了未曾虐待自己的 三名印度尼西亚船员 以及一名中国同乡 最可怜的是为了治病 而刚刚上船六个小时的 实习船员崔东浩 他没有抵抗的能力 甚至根本没有时间作恶 但是同时 六名中国船员都是朝鲜族的人 与韩国船员同等同缘 但是他们却保受了他们的暴力 虐待与侮辱 那么最终引发宣案的导火索 是船长决定让六名中国船员 在萨摩亚港下船 并且恐吓他们 不仅要被警方拘留 还要承担驶向萨摩亚港的所有费用 但实际上 他们并不会被拘留 他们可以从萨摩亚港返航回中国 只需要从他们交给中介的保证金当中 扣除机票的费用 和在萨摩亚港期间的滞留费用就可以了 船长的威胁 让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绝望的情绪 与施暴者的报复心理叠加在一起 最后造成了悲剧 他们可恨 他们也可怜 然而 罪恶并没有走远 远洋遇产当中 佩斯卡马好血案 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甚至不是最血腥的事件 血案的背后 更是有无数没有被我们知晓的压榨 我们在佩斯卡马好上 隐约看到的黑中介 科科工资 高强度的工作 封闭的空间 歧视 文化差异 容易发生冲突和暴力的环境 这一切 在其他的远洋遇传上 也并不显见 日本作家小林多喜奥 于1929年发表的小说 谢公传 描述了在当时军国主义统治之下 日本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 百年稍纵即逝 而谢公传的故事 却依旧在上演 在这种情况之下 感觉说再多 都是很苍白武力的 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